1954年 17岁的中学生李雪英 突然看到了一篇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 她发现了自己祖父的名字 人民服务这篇文章登出来 但是那时候对我已经上中学了 所以教育特别深刻 想到李雪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就在我的心里当中 祖父的名字 居然会在毛泽东所撰写的文章中被提及 这让李雪英感到一种莫大的荣誉和自豪 此刻 已经离世多年的祖父形象 渐渐地再次浮现在她的眼前 顶面是一个 就是这个头 前额特别的宽 特别聪裔 就是那种聪慧 两个眼睛 非常的那个 非常亮 就是说看人的时候 我想她能一眼看穿你 如果是谁做错了 这是我听我的长辈说的 都得自己跪在地上 我的祖父什么时候说 你起来才能起来 就这样的家教 所以从我祭祀 我们对我的爷爷 我都是有点怕 但是又非常的 得到老百姓这么爱戴 这么多的老百姓爱戴她 因为她是民医 所以不少人到我们家来看病 李雪英出生于1937年 但她的出生 却并没有带给这个家庭 多少快乐 就在这一年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李雪英的祖父李鼎明 此时还只是一名 在医学上 颇有造诣的普通老人 她希望能在乱世中 通过自己的一点手艺 来行医救人 我祖父给老百姓看病 给所有人都看病 但是他分 就是说你有钱没钱的 有钱的人 像地主啊财主啊 那就是搞收费 一般的人嘛 就是把这家 就是说收一点 对穷人都是不收费的 反而还要什么都 我祖父给配置 这些因为我十岁 对祖父呢 了解还不是很多 但是听到我的长辈 我的母亲什么都 讲了不少这方面的 我祖父开病 什么给老百姓开病 1937年 国共之间展开合作 中国工农红军 正式改编为 国民革命第八路军 在保家卫国的号召下 李雪英的父亲 以及书国们 都相继离开了家 李鼎明 此时依然在外行医济世 家里只剩下了 刚刚出生的李雪英 和她的母亲 所以从小呢 是我对我祖父 很淡漠 而且甚至也说 我幼小的心灵 觉得他在家里 不平等 因为我四叔一家 他们跟着我祖父呢 二伯他们是搞革命呢 大伯一家子也出去了 就说我们母女俩 叫天天不易 叫地地不灵了 那个吃不上的 传不上的 所以我就对我祖父有些怨恨 甚至于可以说恨我 恨我她 这我十岁之前 所以我小的时候 身体很不好 剩下来 你像我妈妈 什么都没吃的 我后体 就是特别弱 剩下来就发烧 我妈都说我 活不了 所以小时候 也没给我起名字 就随便叫一个女娃吧 小时候就女娃 女娃这么叫大 对于这位没能给孙女起名的爷爷来说 女娃这个名字 就像烙印在那个年代的特殊记忆 1939年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敌后革命抗日根据地 此时李鼎宁的次子李雪英的二伯父李立果 辗转回到了家乡 跟我祖父他的七天七夜 就讲了革命道理 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 对我祖父 本来我祖父应该说 他的出生 或者他的经历 医生都是追求革命 他也可以说他是追求革命的 医生为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 可见他已经具备了 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我的二伯父 谈了七天七夜以后 对他争论非常大 所以一直到后来 他真正走上了 就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视朋友 这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建立各级参议会和民主政权 第二年李鼎宁以米纸县参议员议长的身份参与了会议 并提交了一篇影响后世的提案 这在电视剧《延安送》中也有回顾 国势是国家的公私 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共产党只有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别人 垄断一切的权利 激动 他说你想想 在那个时候 这要杀头呢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他非常的清白 那么他说的这一段和我所掌握的情况 确实那时候很多人反对呢 所以在目前来讲是应该是壮大 不是虚弱 你这个经济 就是要避免入不敷出和经济紊乱的情况 眼下边区 人民贫困 资源薄弱 在这种状况下 要想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 又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 政府的经济工作 必须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 实行精兵检政 所以这个出来以后 毛主席看了以后 马上就皮肤了 1941年11月7日 提案在大会中通过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亲自提名 任命李鼎明为边区副主席 李鼎明第一次感受到了党和边区人民 对他的信任与嘱托 然而当李鼎明带着他的方案来到边区时 却是另一番情景 刚雪上的时候 有一些会可能没有找他 或者有些事没有通知他 然后这个文件下来以后 要他签名或者批示 他就何不高兴 那何不高兴呢 后来就那时候是那个 李威汉是秘书长嘛 想跟那边区政府的秘书长 后来就让李威汉去了解一下 说李老 怎么了 那后来李鼎明是 你这进去 他从来不含糊 说话都这样 不拐弯抹角 说那个 我要有知有权 你这文件你都 我都不知道 你让我就批 或者叫我签名 那不行 所以后来 这个反应到主席那儿去 以后主席 那个反应到李不渠嘛 李主席那 所以要 就是要注意这问题 此时 作为民主人士的李鼎明 虽然身任要职 但工作的开展 却并不顺利 他决定回到家中 做出一个态度明确的决定 李鼎明 任赛干那边去副主席以后 回到米兹去接那个家眷 那回来以后 他说我都给叫了 他说我这下 不是神事了 他说我现在已经是 无产阶级了 所以那后来 他说我要 跟着共产党 跟着毛主席 革命大敌 1941年 国民党对陕干宁边区 实行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 边区的财政经济和居民生活 遇到极大碰难 为了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经济 陕干宁边区政府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此时 刚刚上任不久的边区副主席 李鼎明 再次回到家里 回到沿岸以后 这个沿岸送里面 也演的这一段 李鼎明大师 学上沙干宁边区副主席以后 回到家里面 就是 接那个家眷的时候 就送别把家里面的这个地和房子 全都借出去了 借给过家了 那么回来 回到沿岸以后 那个 帮着学学问 问他 我听林老说呀 李副主席为了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 回到米智老家 把家里的财产 都上交给政府和人民了 有这回事吗 是这样的 我看还是留一点好吗 一点不留 李副主席 真是开明人士 你不叫我开明绅士了 身者 穿丝绸的阶级 这士者 是有地位的人士也 李副主席把自己的家产 都上交给了政府和人民 这是开明之举呀 如今我这个开明人士 也是个无产阶级了 那我就只有一条路好走 就是跟着主席 革命到底 要跟那个 毛利息 革命 毛利息 当然说的是 跟中国共产党 跟共产党革命 跟共产党革命 成为当时李李铭心中 最执着的信念 但此时的他 却并不知道 由于他把家产 全部都捐献了出去 一家老小的生活 陷入了困窘之中 把那个地 房子都捐 留了一句话 就说 我们娘娘的口粮 他们得给供给 你想我们那个地方 十年久灾 老百姓都吃不上的 我们一样的 吸他 吸他垮水呢 那个 什么那个 收的饭了 凉的饭 收的饭 你再放点 收的饭已经酸了 再放点盐 那就当大醋 放的醋了 调好了 就那么喝了 那个凉的饭 为了省柴火 冬天嘛 有点太阳 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就那么吃了 李雪英母女的困窘 是忙于政务的李鼎明 所无暇顾及的 此时的他 把心思 全都放在了 推行精兵检政的政策上 1942年 毛泽东 在解放日报 发表文章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来阐述 这项政策的重要性 他给毛鞋看过 被毛泽东 就长征的时候 得过监州盐 那李鼎明是用的中医 从事是中医 给他治好的 那时候我 就我没在跟前 那时候我父亲 知道这事 跟我讲过 那个毛泽东西到 到我们家 那个一刷打扫 那个 跟我爷爷特别的 亲近 就说 那人都看嘛 那次来了 都带我们家吃饭呀 做那都是沙北的饭 主席对李雪英 长辈般的抚摸 让他感受到了一种 无限的亲情和温暖 这种感受和祖父 所带来的感受 却有些不同 此时 祖父李鼎明 正忙于撰写 《中国哲学思想体系》 与民族传统概论 这本著作 这个呢 当时在延安 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因为有些不同的观点 有些不同的观点 他大家都谈嘛 你也谈 我也谈 谈的当中 你里面就把他这个 就这本书里面的观点 他自己亮出来 就是中国这些思想体系 与民族传统概论 这个关系 他们认为 你这是违心的 大概任何一个民族 一定要有其 从古至今的 真正历史传统 保持这种传统 方能接受空间的东西 李鼎明 《中国哲学思想体系》 与民族传统概论 1947年3月10日 这一天 大雨 突出的就是47年湖中南 进国延安的时候 这一段我得说 就我们母女俩 当时乡亲们说 说赵福桑子那个扁 那是在国民党 也认这个李鼎明的 你们就别在躲了 就在家里面待着没事了 后来那个 我妈妈还是不放心 我们就跟着老乡 就东跑西跑的 多长西长的 1947年3月10日 国民党将领胡宗南 指挥14个路 23万人 在空军配合下 从洛川 宜昌 分两路进攻延安 为诱敌深入 3月13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 边区政府机关 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与此同时 李雪英也跟着母亲 逃离了家乡 李这我妈妈 那个从山上 要发一座大山 然后才到我万总护家 就这一段 饿了就是抓一把 那个草的麦子 吃了 渴了 也水都喝不上了 后来投靠到 我万总护那去 我万总护又到 我外婆的娘家 好像是 然后到那 就都躲在那个地方 躲在那以后 天天都下雨 一早白天都下雨 那时候我记得 我认识天老爷 你怎么天天都下雨 老人整天 饭吃不下 觉睡不了 他本来就是很瘦弱的 也很瘦弱的 所以思想想不通了 这时候特别想念 毛主席 给主席汇报 你里面的情况 说 李老特别想念你 这毛主席 想这时间上 我怎么 我们俩同时都在想念 他说我也很想念 李老先生 但是后来 毛主席还是没见到 他就去世了 老一些 老一些去世 在老人弥留之际 全家人守候在老人身边 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因为那时候他到那个华河边的时候 十七年 我后来也过去到那待了一个月 每天晚上 我们几个孙子孙女 都给我祖父吹腿 他就说 你妈最认真 就是我最认真 所以这个话 我 就是 我也忘不了了 就留给我这么一句话 李鼎明去世两年后 1949年 新中国建立 中国的民主义政 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之后 感谢 照知 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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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一等